一根无线长半径为R的长圆柱导体 它的界面上电流是均匀的 现在要求空间任意一点的磁场 这个里头或者是外头任意一点的磁场 我们要求磁场 求磁场有什么方法呢 比如说Bilt Savalo 不过Bilt Savalo 最主要的是用在很细的导线上面 如果是粗的导线是可以 不过你要积分的话就比较麻烦 另外我们就想到 因为这个电流它是均匀分布 所以我们可以用安培定律来求磁场 所以现在我们准备用安培定律来求里头跟外头的磁场 因为它是圆柱状的对称 我们看到这个电流分布因为是均匀的 所以这个时候它是对称分布 圆柱状的对称分布 所以它的磁场仅跟坐标Row有关 仅跟这个有关 那么首先我们就不知道磁场是什么方向 不过根据我们这个Bilt Savalo 我们曾经说过 如果电流是这个方向 那么根据右手定则呢 它的磁场就是我们小指头弯曲的方向 我们在普通物理都是这么讲的 但现在我们就是要进一步来证明说 这个电流首先证明它跟Fy无关 跟Z无关 就是磁场在Fy方向没有磁场 没有磁场的分量 Z方向也没有磁场的分量 只有这个 它的磁场是跟Row有关 但是它的方向是在Fy的方向 首先我们证明磁场是指向Fy方向 首先我们要证明这个 因为我们普通物理都这么讲 但是现在我们说磁场会不会指向Row的方向 半径的方向呢 会不会指向Z的方向呢 我们都要证明它 这个没有 好 我们现在首先要用的一个 我们首先假设磁场是指向半径的方向 我们要证明没有这个方向 但是我们偏偏假设磁场是指向半径的方向 像这个B场 从轴这里出来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定律呢 我们就用高斯定律 高斯定律 就我们假设B场 它的大小就是Brow 方向是指半径向外的方向 我们就应用这个 那你要用高斯定律 一定要有一个封闭面 对不对 这个时候我们取封闭面 就是取这样的一个圆柱面 这个有两侧有平面 当中是弯曲面 这个整个是高斯面 取L场 高位L的圆柱 高斯面 像这个图 于是呢 我们就说 你做这样的一个高斯面 对这个积分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我们就说 你在这个面上面 在弯曲面上面 我们另弯曲面 是第一个面 它的 随便取一个地方 随便一个地方 它的DA都是圆柱 半径的方向 那么在这个面上面 因为大家所看的这个 导体上面的电流 都是一模一样 就是说它是圆柱状的对称 所以这个上面的磁场 我们没有理由说 哪一点比较大 哪一点比较小 所以B row应该是常数 因为B row是 Row的方向 而DA也是Row的方向 所以这两个 在这个面上面 在这个面上面 B row就是这个磁场 它是跟DA垂直的 这是第一个面 第二第三面就是在两侧 两侧的面上面 磁场不会是常数 但是磁场的方向 一定是Row的方向 Row的方向 Row的方向 就跟这个 这里取的面积向量 垂直 你看这个面积向量 朝这边 那边的面积向量 朝那边 所以是垂直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高斯定律 左边求出来了 左边这个封闭面的积分 它是等于曲面的磁通量 加上左面跟右面 右比面的磁通量 那么这个 因为这两个面 磁场跟面积激素 都是垂直 所以都是零的 那这个是平行 所以我们可以把B场 B的大小是Brow了 Brow是个常数提出来 那么它的DA的积分 就是这个 弯曲面的面积 是2πRow 2πRow 称上L 那么高斯定律说 这个要等于零 那就是整个这个量 要等于零 但这个量是很等于零 这是很等于零 那我们看2π不是零 L不是零 那这Row是随便我们做的 这个面的半径 我做它不是零 它就不是零 但是你即使Row不是零 可是这个式子还是很等于零 因此我们说 Brow一定要等于零 这个不是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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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Brow一定是零 所以说磁场 没有Row方向的分量 所以磁场不可能有 镜像的分量 这是我们第一个要证明的 第二个我们要证明 磁场没有Z分量 那我们就假设 磁场只向Z方向 那B就等于 像量就等于BZ 称上Z 好 我们现在用安培定律 不再用高斯定律了 安培定律 用安培定律的话 那你就要做一个什么 封闭的路径 比如说这个 我们假设B场 是圆着Z的方向 那我就要做一个什么 封闭的路径 对不对 这个是磁场 封闭路径的积分 那我们因为要证明 外面 导体外面跟导体内部 它的磁场都是零 现在我们假定 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封闭路径 ABCD 长方形的封闭路径 逆时针方向旋转 将来积分就是 逆时针方向积分 那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AB边 跟CD边 那这个边呢 它的磁场 是Z的方向 是Z的方向 Z的方向 但是我们说这个磁场 这个地方的磁场 是当Row等于Row1的时候的磁场 CD上面的磁场 是Row等于Row2时候的磁场 所以这两边 所以这两边呢 B场 比如说Z BRow1 是这个磁场 还有一个 就是B 等于Z BRow2 这两个 我们这个路径呢 沿着这条路的时候 它的路径是 沿着什么方向呢 负ZDL 你从这个路径积分的话呢 这个是同方向 就是说这个是Z方向 这个 其实是Row1跟Row2都有 然后BC边跟DA边 BCDA 这个路径呢 跟磁场是垂直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磁场不会是常数 那么 但是它是垂直 在这两条路啊 磁场 在这条路磁场是等于 BRow1 这条路的磁场 B是等于BRow2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把 这个封闭路径的积分呢 写成四段路径的 线积分 好 第一段 A到B A到B B场是等于BRow1 BRow1 这个长度呢 因为它这个DL 我们说过是负ZDL 就是在负的方向 这个积分的话呢 因为这个 这个是常数 提出来 DL积分就是L 它是负的 这个垂直 所以它是零 CD边B场跟DL 平行 而B场是等于BRow2 是一个常数 提出来积分以后就是L 这个是正的 这个是零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结果就只剩下这两项 这个结果 它要等于Mu0 I Enclosed 你看 你这个路径画在这里 电流没有穿过这个封闭路径的面 所以电流就是零 Enclosed的电流就是零 零的话呢 我们就得到 这两个大小要相等 就是说 在距离走Row1远的磁场 跟Row2远的磁场 要相等 但是我们知道 你这个Row Row1跟Row2不一样长 你这里距离这个 走比较近 这个距离走比较远 所以这个磁场不会一样 那你要相等的话 那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B场等于零 这个合理的条件就是说 BRow1等于BRow2 都是常数 这个常数就是BZ了 BZ了 要等于零才可以 因此我们就证明说 磁场也不可能有Z的方向 不可能有Z的方向 OK 好 现在我们要证明 Z场是在φ的方向 我们假设磁场 只向φ的方向 就是假设这个 B等于B5 层上φ 我们还是应用安培定理 我们再画一个图 画一个图 你看我们做这个题目 图一定要画 你知道吗 你图不画 人家看不懂 这个图画出来了 我们用这个安培定理 安培定理一定要做封闭路径 那我们现在就是求 圆柱导线外的区域 Row大于R 大于等于R 就是在这个外面 于是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 半径为Row的同心圆 它的圆心就在轴上面 像这个路径一所求 那么这个路径上面 所遇到 所看到的电流分布 通通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电流分布 在这个路径上面的磁场 都是一个常数 B等于B5 等于常数 因为我们假设 它是φ的方向 然后呢 B就等于B5 这个方向 因为我们假定它是这个方向 然后取 这里 B 比如说你看这一点的B长 是B5 5的方向 Z是这样 这就是5的方向 然后DL DL就是路径长 路径基数 我们也是取得 跟B长同方向 于是 这一个 封闭路径的积分 因为这两个平行 就等于BDL 而B呢 是一个常数 它就是B5了 常数 提出来 然后DL积分呢 就是RπRow 就是这个长度 这个左边 等于右边 右边就是 这个路径 围成的面 穿过这个面的电流都算 那么全部电流都穿过它 所以I Enclosed 就是等于I 好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这个等于这个 这边 B 2πRow 等于μ0I 所以B长就等于 μ0I over2πRow 好 我们再带到 再带到 这个式子里面 或者这个式子里面 我们就知道B长 是等于μ0I 2πRow 方向是5的方向 然后这是大于等于R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 小于R的时候 小于R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个 半径为Row的一个封闭路径 这个 积分跟上 跟这个积分 左边完全一样 这个完全一样 那就是说 这上面的磁场是长数 而且我们讲听它是5的方向 去第2也是这个方向 所以 左边等于这个 那么右边呢 I Enclosed 就是 穿过这个面的电流 你看 全部的电流 并没有全部穿过的 就一部分穿过 这么这个电流是多少呢 那就是J DA 用电流 电流密度求 求电流 因为J跟DA同方向 所以变成J DA J提出来 DA呢 积分就是πRow平方 μ0在这里 J呢 就是这个导体的 Current Density 总电流是I 它的半径 界面的半径 界面的半径是R 所以界面积就是πR平方 I overπR平方 就是Row 所以 所以 μ0I Enclosed 是等于这个 然后这边等于这边 B2πR 等于这个 于是我们就得到 B等于 μ0I Rho over2πR平方 然后我们把向量 放进去 这就是B场 OK 综合以上的结果 得知 圆柱体内电流产生的磁场 是φ的方向 你看这个 里外都是这样 那刚刚这个Z方向 也可以里外了 因为 你做的封闭路径是 是这样子的 封闭路径是这个样子的 路径呢 跟路径 路径跟这个电流的方向 是一样 所以电流 没有电流穿过这个路径的 V层的面积 所以里外都是零 因此 B场 可能有这三个分量 但是我们证明 这两个分量都是零 这两个分量都是零 所以只有这个分量 OK 只有这个分量 因此B场 在R大于等于R的时候 是这个值 R小于等于R的时候 是这个值 OK 那么从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一个 来 就是说 在距离 走柔远处 柔远处 磁场大小 在圆柱内 是与R 称正比 圆柱体内 就是说你越靠近这个 越远离这个轴 所以磁场越大 但是外面呢 就是跟R 称反比 离开这个 轴越远 那么B场就越小 还有一点 就是 这个我们可以看它的曲线 里头 B场 跟R 是一次方的关系 这是线性的关系 在外面呢 B场随着R 的一次方下降 是这样的一条曲线 好 那很有趣的就是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 跟我们细导线 上面有电流 距离细导线 柔远之处 它的磁场是这个 你看 形态都一模一样 因此经验告诉我们 假如有电流 是做圆柱状的对称 不一定要均匀 圆柱状的对称 就是说 它的电流密度 是R的函数 是这个半径的函数 同一个半径的地方 Current density都一样大 如果有这样一个电流分布的 无线长的圆柱体 那么在导体外的一点 你要求它的磁场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电流 这个导体内所有的总电流 当作是集中在轴上面一条 很细的导线上 这个时候 在柔远处产生的磁场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很好用 以后 只要是圆柱状对称 我们在这里 一点 距离它柔远 比这个R要大 我们就可以带这个公式 就把所有的电流 当作集中在这个轴上面 当作细导线产生的磁场一样 那么这个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这个 现在我们要看 另外一个例题 刚刚前面的录影 34到39 我们重录了 好 现在我们来看 另外一个例题 在XY平面上面 有一个无限大的电流薄片 这个薄片很薄 导体 不过我们就当作是 有这个电 这是一个很薄很薄很薄的导体 上面有电流 就在这个面上面流动 那么它 Current Density 就是说 横向 跟电流垂直的方向 每一公尺 它的电流是K A per meter 这样的话 这个都有 不是只有这三角 都有这个电流 求空间任意一点的磁场 好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上面的电流 都是这么流 我们就当作是 无限多 细细的导线 圆着X轴的方向 跟这个同方向 流过来 可以当作是这个样子的情况 薄片电流 可视为一组密集 而带有电流的平行 细导线组成 好 每一条细导线 就是这个 我们看了 从这里往那里看 电流是流出来的 每一条细导线的电流 它的磁力线都是这样子的 这个磁力线 就是这一圈 每一条都是这样子 如果这无限多条 这非常密集的话 你看 它这样一弄 你把这个磁力线画出来 你可以看到 在同一个半径的地方 它的磁场 这个就朝这里了 这个也是切线方向 这个也是切线方向 所以同一个半径的方向 最上面的磁场 是朝这一边 面下面的磁场 就是朝这一边 那这个磁场呢 你看 就是只有Y方向 在这一点呢 它不可能有Z方向 也不可能有X方向 基于这个原理 我们就可以用 应用安培定律 我们就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ABCD的封闭路径 这个时候的你要求磁场 比我的萨法洛不好求 因为它比较适合于一个细导线 如果你要用K来表示也可以 不过这个积分很麻烦 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平面状的 所以也可以用 也是有一种对称性 那我们就可以用安培定律 这个时候我们就做一个 ABCD 圆着逆时针方向 积分的积分路径 AB跟CD边 ABCD边 它的磁场 你看AB边不是跟我们刚刚画的磁场同方向吗 CD边不是也是跟我们刚刚画的 面下面的磁场同方向吗 所以B 这两边B跟DL垂直 平行 这两边 BC边跟AD边 你看磁场是这样子 那么它就跟磁场垂直 有这个特点 我们就把这个封闭路径的积分 写成这四段路径的积分 ABCD ABBCCDDA 那么根据这个 AB跟CD AB跟CD不会是零 但是这两边都是零 所以它就是等于 这个同方向 这个也同方向 所以都变存量了 这两个是零 这个B场 因为你的距离 跟这个面的距离都一样高 所以这个上面的磁场 不但方向是这样 大小也是常数 这个也是常数 不但是常数 而且跟这边是一样 所以就是B可以提出来 DL积分 A到B就是L C到B也是L 所以这是两个BL 要等于Mu0 要等于Mu0 Enclosed Enclosed就是说 穿过这个面的电流 它单位长度 是K A per meter 总长是L 那就是K乘L 这两个相等 所以我们就得 2BL 是这边 要等于这边 等于Mu0 KL L跟L约掉 所以B场就等于 B的大小就是这个 那么在上面的大小呢 上面的大小 刚刚是有这个方向 就是负外的方向 下面的呢 就是朝这个方向 对不对 这题 就是 用安倍定律来求 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我们有一个螺线管 无线长 我只是画一段而已 那它这个线呢 也是缠绕的 非常密集 我画不可能画那么密集 单位长度有N杂 就是你取一公尺 这里的线绕了N次 N杂 每一杂都有稳定的电流I 现在要求空间 现在要求空间 这里这里 空间 就是螺线管内 跟螺线管外 它的磁场是多少 像这个我们在普通物理也看过 对不对 那时候我们用安倍定律来解 那时候我们分析的结果 我们就说 你在这个 我们就说 这个磁场 只有在里头 就是你可以做一个封闭面 里头的磁场 因为它的磁力线是这样子 所以是这样子过来 这样子来的 所有磁力线 你画N条 N条都经过这个空间 但是外面的磁力线 也是N条 分布在无限大的空间 所以外面的磁力线 它的密度很小 就是它的分布得很稀疏 里头很密集 因此我们就把 那个时候我们就说 这个时候磁场的 外面跟里头比 差太远 我们就认为磁场 只有这里头才有 而且在当中的话 可以马马虎虎当作是 均匀磁场 两边不是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 求出来就是 只有这个地方 一段的磁场 它是这个方向 是均匀磁场 现在我们 要证明 这个磁场 它是由 有这个好多好多条 线圈 封闭的 封闭的线圈 相当于一个封闭的线圈 无凶多条 这样子 所构成 每一圈都可视为封闭 于是这个电流 因为电性通通在这个圆柱体的表面 我们就可以当作是 圆柱体的表面 它有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 电流密度是每一公尺 有多少磁 这个N就是 N就是每一公尺的意思 单位长度 就是单位长度 单位长度就是 我们取公尺就是一公尺 一公尺 每一公尺有多少条 每一公尺有多少磁数 每一磁是 每一磁电流是I 所以每一公尺的总电流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上面的K 它的表面电流密度就是这个 方向是phi的方向 我们把朝上 当作是Z的方向 好 我们现在 要求这个 我们知道你用这个 比尔萨法罗很难很难用 它一条线绕来绕去 你怎么用 那我们就用 安培定律来试试看 安培定律 我们把这个 刚刚这个情况 当作是这个样子 它这里有K K就是 我们假定它 这个电流密度 就是K K的NI-5 K的NI-5 用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 你要做一个封闭的路径 封闭的路径 那我们现在就 你现在 以前我们讲过 这个磁场都是圆Z轴 没有圆Fi的 但现在我们要证明它 这个方向的Fi等于零 我们就假设 B是 有这个分量 它的方向是这样 那么我们现在要取 要取一个封闭路径 封闭路径 我们就取这样的一个封闭路径 取封闭路径 B是BFi B 这个就是 Z方向 Fi的方向 这边是朝这里 这边是朝这里 然后DL呢 我们就取得跟BFi同样 这个地方的积闭路径 DL 这也是DL 有电流对称分布 我们知道 这个电流是对称 对这个封闭路径来讲 你处处看到的电流都一样 所以如果它会产生磁场的话 这个磁场应该大家都一样 B是个常数了 于是我们就知道 B是常数 DL又平均于B长 那现在我们就把左端 写成这样子 这个是常数提出来 DL积分就是2πR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路径 半径为R Muling I I Enclosed I Enclosed的就是 你这个电流 要穿过这个面 的电流有多少 现在电流都没有穿过它 因为它跟这个面同方向 我们是假设它慢慢乎乎乎 当作是一个封闭路径 封闭路径这样子的 没有穿过它 是零 然后这边 左边等于右边 那我们从这里就知道 2π不是零 那这个R半径 我们也认为 我们就取它不是零 我取它不是零就不是零 那这个都不是零 但是这个是横等于零 因此Bφ等于零 也就是说 它在φ方向 不可能有磁场的分量 好那现在我们 要证明这个磁场 是Z的方向 加定磁场是Z的方向 其实我们看看磁场 如果是Z的分量 我画到这里 这里也是这样 这个地方也是这样 那我们首先看这个 我们用了安培定律了 看这个路径 看这个路径 好这个路径呢 上跟下 是上面的路径 下面的路径 都跟磁场垂直 垂直 所以 这两边 磁场的限积分就是零 那左右呢 它这边的积分 这边路径跟B场同方向 这边的路径跟B场 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 那么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在左边 比如说左边路径就是 它的R等于A的时候 B Rho 这个 Rho就是圆柱的半径的方向 等于B A 是个常数 因为 这一条路径 所看到这个 电路的分布都一样 这个距离都一样 所以它是常数 B 左 要等于这个 等于常数 我们取 DL跟 这边 我们是这样子 积分 所以DL跟B 左 A A处这个 平行 然后右边呢 也是常数 也是常数 因为 每一点跟这里的距离 看这个 看这个 电流的分布都一样 所以它也是常数 但是它B L DL跟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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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方向相反 BB才这里 L DL朝这边 所以是相反 那么我们就可以 把这些 带到安培定律里面去 可以分成四段积分 这个 左边 我们看看这个上下好了 上下 因为都是垂直 所以就是零了 就是零了 那么 只有 只有 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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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零 那这个是正的 这别是常数提出来 这个积分就是L 这个 拿出来 这两个 因为 它的方向跟它相反 所以 DL等于负的 它要等于什么 这个等于 Building I Enclosed 你看这里头有没有电流经过它 在外面的地方 我们现在是看外面 看路径一样 没有电流经过它 所以I Enclosed等于零 外面这个路径 当外面路径等于零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这个 减这个等于零 那就是B A 距离走A远之处的磁场 跟距离B 走B远处的至少要相等 那我们说这也不对 因为磁场 这个时候是跟Row成比例 这跟Row有关的 你Row不同 B上应该不同 但这两个 Row一个是A 一个是B 还相等 那就表示 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就是 这两个都是零 就是在外面 要记得看这句话 螺线管外的磁场 为零 现在我们就看 这个 我们再做一个封闭路径 那有一段是在这个里头 左边在 完全在 螺线管内 这个在螺线管外 这两段 当然有一半在螺线管内 一半在螺线管外了 好 我们看这个 现在是路径二 右边的路径在螺线管外 这个我们刚刚不是证明了吗 在螺线管外的磁场等于零 B Z Z是等于零 好 上边与下边 路径你看 跟磁场垂直 所以这两边一定是零 那只剩下这一边 左边路径 B 左边 它是等于BZ 等于常数 因为你站在这里 任何一点 看周围的电流分布都一样 所以它是个常数 那么B站这个方向 我们积分路径是这样子 所以它跟DL 同方向 同方向 所以我们把这个带入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 好 我们知道其他都是零 螺线管外是零 就是这个是零 上下也是零 因为它都垂直 只有这个 左边它跟它平行 那左边又是常数BZ 提出来 积分就是L 就是L 等于μ0 I-Encrow I-Encrow 就是穿过 这个封闭面的电流 你看 有几扎是穿过它 这些没有穿过 总共有多少扎 单位长度是K 我们用K来表示 我们用K来表示 单位长度的电流密度是K 总共有L长 那么就是这个 K就等于Ni 所以它现在就变成 这个BZL等于这个 BZ就等于这个字 于是综合上述 综合上述的结果 长螺线管的磁长的 只有Z分量 而且只有螺线管里头才有 螺线管外面都没有 那这个 当然我们可以当公司用了 通常我们做这个问题 你最好就是 一开头 就把安培定律 写一遍 B.DL 积分等于Million I Enclosed 然后再来分析 我这个地方因为 篇幅的关系 而且我已经 因为现场跟你说明了 所以我就 没有 一开始就写 一开始我就分析了 像这种问题 你B.Savalo不能做 不好做 我们只有用这个 因为它又有对称的关系 有安培定律 我讲过了 但是你在做习题的时候 你最好就是 一开始 就把这个诗子写一遍 我们知道 你做习题 第一个诗子 就是告诉人家 我要用什么方法来做 他看你 改考卷的人 或者改CD 看你 你知道用这个 以下大概 八九不离十 应该不会 就是说 错的机会比较少 如果你没有写这个 然后就是 就 讲了半天也没有图 那你要看的 心里头一百个问号 不晓得你在写什么 你很不好 OK OK 我看你 好